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 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 優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美國星島中文電台領众 我是霍永強 歡迎大家收聽時事觀察 有句話說 人的最大問題是沒有辦法在錯誤之中學習 不過這些重蹈複製的情況 到底是否沒有吸取教訓 還是有些人不斷製造相同的麻煩 而由我們看到俄烏戰爭延續下去的後遺症 正正是等同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 相同的問題 6月6日凌晨 沃蘭南部夏爾松州俄斯佔領區裡的 卡霍夫卡大壩突然缺口 180億立方米的富容量水 不受控制 流到蒂舌百河水庫下游的地方 並且衝擊向歷史名震 赫爾松市和紮波羅烏的核電站 俄烏雙方面的控制區 估計超過3萬人受災 兩方面互指責對方是聚灰禍首 由於這段時間歐洲不少水庫都接近歷史高位 所以卡霍夫卡水庫也不例外 所以這次造成洪水破壞可能會持續一個星期以外 由大多受損的情況來看 專家都認為這次是人為的破壞行動 事件發生後 沃爾蘭立即認為這次生態災難遠超滑蘭 而總統辦公室更加籠統說 這是幾十年來世界上最大人為災難 並且對未來幾十萬人的生活產生負面影響 水利專家認為當然現在因為戰爭很難對大壩造型收復 否則這些缺口不會造成長遠的問題 因為當洪水退後 只要用石塊和運營土堵塞缺口便可以收復大壩 時間可能只需要一兩個月 不過無論到底影響有多大 歐盟和北約組織紛紛跳出來先行譴責俄羅斯襲擊 曾經在去年北溪管道被炸毀時顯得非常低調的歐洲理事會說 對此感到震驚 破壞民用設備屬於戰爭罪 將追究俄羅斯和代理人的責任 俄羅斯當然否認 因為事實上最直接的即時影響 因為當地是俄羅斯的佔領區影響當然最大 而事實上在去年11月 當俄軍由喀爾松州的帝列百河右岸撤軍時 指出沃克蘭軍隊可能乘機攻擊大壩 來攻擊俄軍 從而造成洪水泛濫 引致平民的死傷 不過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美國沒有說到底責任屬於哪一方 美國諸聯合國副代表Robert Wood說 不確定哪一方為大壩遭遇破壞人負責 但說沃克蘭對自己人民和領土做這件事不合理 所以暗指俄羅斯是破壞事件的製造者 當然就著這種對美國最有好處的事情 我們不自然地把矛頭指向美國 但美國就算不確定這件事是誰做 我覺得也不奇怪 因為一直以來過去三四十年 美國挑動世界行徑經常帶來惡劣影響 尤其是這些挑起近次內戰行動 可說時間越長、破壞越大、越難重建 越容易在這個事件慢慢沉靜下來 變成武裝力量割拒溫床 正如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可以說是阿富汗塔利班 塔利班是什麼呢?青年軍 怎麼來的呢? 正正是美國為了動搖蘇聯在阿富汗管治的情況下 於是在阿富汗內部挑起這些帶有宗教色彩的極端分子 但問題是這些極端分子成形後 美國當然不敢讓它成為一個統治架構 於是多數選一些所謂軍閥 去繼續佔統治國家 包括阿富汗正正就是這樣 但這些軍閥大部分情況都是殮財、貪腐 結果令到民不聊生 於是被阿富汗塔利班這些極端組織慢慢有機會成長 最初還成功管治國家 還趕走美國軍隊 這些搬石頭丟著腳的情況 在美國過去幾十年的時候非常之多 不過美國最初失敗而回是事實 但在整個過程中 對軍金集團尤其是製造武器貴造軍火的人來說 可以是賺大錢 是一件理想不過的事情 而今時今日在烏克蘭上映的 可以說正是相同的戲碼 而這和特利班一樣麻煩的 就是烏克蘭極端右翼組織 阿速營 在2004年烏克蘭總統大選的時候 出現了第一次顏色革命 希望藉著這次橙色革命 用嚴重貪污影響選民和涉及選舉舞弊為理由 將當時成功當選的阿努科維奇逼下台 而這段時間烏克蘭極端右派 因為得到歐美的支持而慢慢成長 當然大家都知道 在阿努科維奇雖然被踢下台 但烏克蘭的貪腐不僅沒有減少 更加嚴重 於是6年後 2010年阿努科維奇又捲土從來當選總統 而阿努科維奇對於歐盟抗拒 而親俄的態度 再次引起歐美國家的不安 於是美國又再次發動另一次廣場革命 令到2014年阿努科維奇再次出走 走到俄羅斯 第二次顏色革命 大家應該從新買入面都知道 暴力程度嚴重很多 這次烏克蘭右派武裝勢力 由邊緣分子變成核心 由新納順自願者組成的亞束營 發揮了關鍵作用 美國當然知道他們的危害性 但為了應付親俄羅斯的分離分子 於是政府允許他獨立於軍隊之外的志願營作為作戰 成為一個極右翼的武裝編隊 並且由當時仍然深受俄羅斯影響的頓巴斯 作為對亞束營的報酬 同時因為克里米亞亦被俄羅斯被獨立 所以為了抗衡這個問題 這件事正如德國總理馬爾提過 只不過是一個緩衝之計 而亞束營借著這樣的押甲棚 以馬列烏波爾為根據地 亦成為日後俄烏戰爭的觸發點 亞束營的創始人 白人至上的主義者比列斯基 來自哈爾科夫 他既仇外亦反猶太和種族主義 而他手下的武裝力量一直帶著納粹神秘主義 並且用幾條光線的圓形納粹符號 組成黑太陽的標記 在俄羅斯衝突的初期 這個符經常出現在烏克蘭軍人的秘張或標誌手上 在2014年顏色革命之後 也有不少俄羅斯人借機佔據了頓巴斯 在2014年6月 亞束營士兵參加了烏克蘭部隊 重新控制烏克蘭東部頓列茨克州主要的港口馬列烏波爾 而這個勝利也令極端右派分子 曾經一段時間氣勢非常高漲 並且在同年11月 亞束營正式成為烏克蘭內政部下屬的民警衛團 而他的創始人比利茨基 亦利用亞座夫的知名度 在議會選舉中贏到代表席位 但烏克蘭內部同樣畏懼他們 要將他們邊緣化 所以極端右派很快失去政壇中的影響力 但由於他們的規模仍急速膨脹 於是利用武力掠奪頓巴斯 在俄裔區域犯下不少戰爭罪行 包括酷刑、強姦等等 這些事件在聯合國及國際特赦組織 在2016年人權觀察報告中曾經發布 但一直沒有人理 就算俄羅斯多次在聯合國上 就此事件提出要求安理會討論 也得不到理會 雖然表面上壓縮型部隊並不大 亦可以曲線反映了 表面上烏克蘭極端的右翼武裝分子 數目不大 但整體烏克蘭的影響力依然很大 所以俄羅斯在2020年至2021年 不斷在俄烏邊境上通過溫視演習 聲援在頓巴斯俄裔區域的親俄居民 最終在2021年底 因為在外務勢力的推動下 極端右派武裝發動要清除在頓巴斯區域內的俄裔居民 而最終成為挑動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軍事行動的導火線 而烏克蘭亦難以避免地步向和阿富汗、伊拉克或敘利亞相同的悲劇教訓 但如果我再看看 到底是我們沒有辦法從錯誤之中得道教訓去重新學習 還是背後依然是有人搞風搞雨呢? 我是霍永強 多謝大家收聽時事觀察 下一個星期再見